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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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 它是讓發想的時候非常有趣 它是作者 在多年前的時候 在一個特別的機緣之下 它真的就是 林桃奶奶的孫女 她曾經跟她說過 一個故事 她說林桃奶奶住在 五百公尺的高山上 那個事實上真正有 這一個場景 它就在一個基隆的山上 那裡的話梨花還有桂花 像這個季節的話 杜茜啦 孤庭花 都開得非常茂盛 那這個季節的時候 然後呢 事實上這個山上有 蝌蚪啦 小魚啦 還有粉蝶飛舞 夏天的時候呢 林桃奶奶一大早 四五點的時候就會到山上去 採竹筍 那個時候的竹筍是最嫩的 學者他們提到了 怎麼樣去巧妙 打造一個兒童版的 桃花園記 那當然 這些各種兒童般的一個動物 在這些 在我們現在這樣子一個單純 而幽默的一個世界裡 在故事當中都得到了 最慷慨 友善 溫暖的接待 享受著身體和心靈的滿足 這本書 世上試著去引導孩子們 認識大自然的一個規律跟豐盛 也品嘗給與漢分享的甜蜜快樂 那書中的林桃奶奶呢 她是在靜默兒 非常喜悅地種植這些桃子 那就愛與美的角度上面 言語非常的少 但是希望是兒童書裡面一個 我們非常熟悉又溫暖的角色 總是會有春天 然後夏天修根的時候 到秋冬的時候 冬藏的時候 所有的桃花園記裡面的人物 跟動物都會陪伴兒童一起成長 想用其他一種歌的歌 最愛的歌 最愛的歌曲 夢想用其他歌手 你會有很多歌曲 在那邊